今天用一块钱的萝卜和一碗米粉分享一个广东特色的早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粘米粉200克30克玉米淀粉 用清水给它调成面糊状 调成这种牛腺状就可以了 锅里面热油倒入切好的配料 炒出香味后放入萝卜丝 翻炒均匀加一点盐调味 趁热倒入米浆里面 搅拌混合 平底盘里面刷上一层油倒进去 上锅蒸45分钟 蒸好的萝卜糕放冷后再切开 现在正式吃萝卜的季节比白菜还要便宜 我们做好以后呢可以现吃现切也可以第二天早上又油煎一下口感会更加的好 在广东会经常吃到这个萝卜糕 喜欢呢可以试一下 我是夏妈 下期再见